歡迎來到King的倫滑教室 天氣已經開始變得有點熱 已經短袖短褲登場了 不錯,我們今天要教的就是大家眾所皆知的雙竹S型 雙竹S型在輪滑上面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很容易 有些新手可能會覺得速度做不出來 雙竹S型對於我們的靈活性以及我們的加速度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動作 今天我們會從頭開始教大家怎麼做 從我們下半身的帶動到上半身幫忙加速 那S型有什麼注意的事項 另外就是我們S型怎麼動可以更快速 或是說我們可以從S型中做出什麼變化式來幫助我們輪滑的技術呢 所以這一集不管你是新手或是老手都可以從影片中得到你所需要的幫助喔 那我們就趕快看下去吧 好,第一步驟呢 首先我們要先學習轉動我們的胯 S型我們要先學會我們胯的左右轉動 來帶動我們的身體 在轉胯的同時呢 要保持我們的上半身不要晃動以及穩定的向前 首先我們先將我們的重心微微的向後蹲 從側邊來看會像這樣屁股的往後坐 跟跳的原理有點類似 我們在坐的時候呢 千萬不要將我們的腳太開 也不要將我們的膝蓋夾起來 我們都要保持一定的空間來去做轉向 那我們注意我的腳平行這裡 我在轉向的時候呢 我會將兩個腳同時平行 轉向左側 一樣是保持平行 轉向右側 一樣是保持平行 不能有一邊突然的 不平行 這樣會影響我們S型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們在練習的步驟呢 就是 第一 將我們的上身對齊前面 第二 保持我們雙腳的平行 第三 左右轉化 同時穩定上身不要晃動 一 這樣這樣 二 這樣這樣 你可以將的重心踩在後腳 腳跟的地方 來去做轉動 在這個地方 大概做了10到20趟 雙腳平行的穩定 去練習轉化 這邊注意一下我的上半身 不要跟著 這樣轉動 然後呢 核心保持力量 如果你的手是 變亂虧了 就會比較沒有力量 在S型上呢就會 比較沒辦法控制住身體 所以我們在做左右轉向的時候呢 上身穩定 去做 11平行的轉向 這就會是我們 第一步驟的一個練習囉 第二步驟呢 我們要練習 推刃的收腳 所以我們 在做 S型的時候呢 我們會希望 不要只靠慣性 我們會希望 還可以在上面同時加速 所以呢我們會練習 之前腳 用雙手扶著 推 畫一個圓 收腳之後 換腳 推畫一個圓 所以 看一下我做 我會在每一次 在每一次 腳標這裡 做一個 推 加速收腳 我會在每一次的腳標的旁邊的時候是將腳收平的 然後在 出去腳標的時候呢 是 推開的 那我現在進到下一個腳標我要進到另一側我要從左側到右側 我在左側我就會推左腳 換一個圓 打開後再收起來 不會像這樣子去移動 那我們完整的看一次 從第一個 右側就推右腳 推收腳 換左腳 推收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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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步驟可以做慢一些些 然後多做幾次 記得將 剛剛 身體 蹲踢重心的感覺做出來 推 收腳 然後換手扶 推 收腳 換手扶 推 收腳 換手扶 推 收腳 第三步驟我們練習一下我們的上半身 實際在上 S型做比較快速的時候呢 我們的 上下半身 應該說我們的肩膀的部分 會是跟我們的腳 是 相反 我們白手的部分 是會相反 那我們這個中間的核心 是不動 不會 左右歪斜的 所以我們練習我們的 白手 跟我們的雙腳 是相反的方向 做白手 跟腳 相反的方向 我現在腳是左側 手是右側 在 相反的方向 去擺動 所以我在原地做五個 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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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手可以將 你 右側的手 擺到後方 左側 在前方 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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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時候我們再搭配上腳 手 往右邊 腳就往另一側 擺手擺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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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擺手 然後再運用到我們的 裝上 跟我的腳進左側 我就擺 右側 腳進右側 手就擺左 擺手擺腳 擺手擺腳 同時加上一點剛剛推韌的感覺 記得我們 推 如果我們速度越快 我們的 推收 如果我們速度越快 我們的推收 就會越快速 越快速 越快速 如果我們速度比較慢的話 我們的推收 就會慢一點點 你要剛好推出去 在腳標上收回來 推出去 在腳標上收回來 推出去收回來 這種感覺 好那我們 再試試看 快速的一個 搭配白手 腳往右 手擺左 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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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一點點的感覺 接下來帶幾個 變化式的S型給大家看看 就是 不同類型的S型對於我們 雙腳的刺激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第一個呢是一個大幅度的S型 他可以訓練在我們高速下的 急轉向的一個能力 所以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你可以將速度先拉快一點點 然後將我們的腳標擺寬一點點 來去做S型 第二種你可以嘗試看看的是 高頻率小幅度的快速S型 他會動的幅度是比較小 他不會整個 壓出去 而且他要很快的做一個轉向 所以基本上 他的速度 會比較快 控制力會 更精細 應該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接下來說一下我們 S型的一些 簡單的注意事項 做S型的時候呢 第一 我們不要將重心做得太高 速度方面來講的話 重心太高的話 會 比較沒辦法 穩定你的身體 就像你溜下坡 比較不會站著溜 你會比較蹲穩的一個溜 所以第一點是我們的重心 必須放低 如果我們想要快速的話 我們重心一定要放低 這樣比較能做得穩定 那第二個注意事項呢 就是我們不要一開始 就將我們的腳標擺得太小 因為腳標的大跟小 其實是有它的作用跟訓練目的 如果一開始就將腳標擺得太小的話 你可能會很難做 不要一開始就將腳標擺得太小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雙腳S型的教學課程啦 大家覺得雙腳S型好玩嗎 雙腳S型還可以運用在什麼地方 或是可以運用在什麼遊戲上面呢 趕快讓我看到你們的創意 留言在下方告訴我吧 下一次我們更精彩的教學影片見啦 下一次